这个减肥手术也做完了差不多一年多了 到目前为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现在是减了108斤 但是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好过 为啥呢 这个话咱们还是得从头说起 大家都知道 去年我从2月份做完这个手术以后 其实身体一直都在掉秤 然后再加上我运动很多 然后一边又补充一些该补充的东西都吃的比较好 所以说这个慢慢来讲 这个体重就降下去了 然后其实你如果再看我一年半以前的那个视频 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对不对 然后特别有意思 昨天我不是到了深圳吗 坐绿皮车 然后我这个人是一个私贸客爱好者 然后有一个私贸客 咱们大陆这边没有卖的 然后只有在中国香港那边有 然后我就琢磨着过去买两条的私贸客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在我过关的时候 那不是要拿证件吗 对不对 然后海关的那个小哥 小哥呢就看我半天 然后就没让我过去 后来我就特别奇怪啊 我说这个往常不挺快的吗 您是在看什么 那小哥看半天 我给你学了他那样子啊 你拿的是你的证件吗 就开始问我 我在想拿的不是我的证件 难道是别人的证件吗 那肯定必然是我的证件啊 然后这哥们就频频皱眉头 这哥们说这人是你吗 因为你知道那个证件照啊 跟普通人是不一样 你是要摘了眼镜 摘了帽子 我现在是戴了眼镜 还戴了帽子 然后还瘦了一百多斤 他说这个人看着不像你啊 然后呢 就使劲看也看不出来 因为我之前留的不是有入境出境的记录吗 每次都要照片 他说你看着比你三个月前 我怎么瞅着还能再瘦点呢 这确定是你吗 然后就问我半天 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 你们知道这小哥是怎么相信我的吗 我说你等着啊 我把我一年多以前的那个视频翻出来让他看 一直看到现在 这小哥说 这真是你啊 他说你这变化太大了 你这是怎么整呢 然后我就说我这个是做了手术了 再加上自己呢 又比较有毅力 然后就是才拿到今天的成果 然后这个小哥很无语 然后摆摆手让我过了 然后呢 这个事呢 我其实就想说一下 为什么感觉这么好啊 就是我过过无数次的海关啊 没有一次像让我感觉这么好的 虽然说是耽误了一些时间 其实一共本来可能过海关很快啊 但我总体来说啊 体验非常的不错 因为毕竟嘛 是吧 以往来说呢 见过我的人呢 在美国的人呢 他们见证了我从很胖变成很瘦 然后呢 在国内的有些朋友呢 虽然说一直看视频 但他们见我的时候我已经瘦了 那有些朋友呢 是从很胖的时候就认识 你也不觉得有啥 但是你像海关的工作人员这样 就是直接拿着你之前的那个证件 一看 这是这是同一个人吗 你说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你心里的那种得意啊 你心里的那种爽啊 这个是还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区别的啊 这个没有感触过的人啊 还是不知道的啊 由于我把整个的这个啊 我做手术的这个过程给录下来了啊 包括我怎么去的墨西哥呀 后期怎么养的呀 吃什么呀 怎么跑步啊 怎么运动啊 这些我都给做出来了 导致呢 现在很多朋友都来问我啊 怎么怎么做这个手术啊 我就是比较胖 想做这个手术 然后我呢 也借此呢 能感觉到哪个地区的朋友呢 做这个手术的比较多 我就发觉吧 有四个地区吧 大概做这个手术的啊 是比较多的啊 其中问我的最多的一个地区的是哪呢 是新疆那边的朋友 新疆那边的朋友呢 就好几个就想做这个手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这个手术毕竟是往身上拉胃嘛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 这个手术的副作用怎么样 后续的恢复怎么样啊 那做完能不能吃了 我还能不能喝了啊 我还能不能就是吃辣椒了 就这个东西他们都没底儿 都来问我啊 新疆的朋友问的特别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山东的朋友问的很多 因为山东大家知道胖子比较多嘛 人可能胯头比较大啊 相对来说可能胖子也比较多 还有一个是哪呢 辽宁呢 问的特别多 因为我对辽宁不太了解啊 这个咱们就 放开再说了 还有一个就是哪呢 就是美国的华人 问我的很多 因为美国的华人 他能直接去墨西哥吗 很多人就直接去我的那个 我做的那个墨西哥的 那个医疗中心也去做了 所以说整体你这么一看啊 其实我还是对这个减肥手术 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啊 就是很多朋友看到我这个手术啊 都问我怎么做 做完以后 收获恢复怎么样 咱们这一次也跟大家统一的 这个再回复一遍啊 做这个手术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胃 切掉70% 就剩30% 然后缝合了 它自己会长好啊 就这么就这么一步啊 还有一个呢 叫胃旁路 那个是直接绕开你的啊 这个小肠 直接通到你的大肠 就是让你能吸收少很多东西 就是那个其实是效果更好 但那个更贵 但那个更复杂 副作用可能也更多 那个是治疼疗病的啊 我听他们说的啊 因为可以直接不让你的身体啊 摄入那么多的碳水嘛 那那个其实 如果你没有糖尿病的话 其实不是很推荐大家做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啊 做完这个手术以后呢 你要特别小心三点 就是第一 医生肯定都会告诉你啊 一个是你在吃流食 至少得三个月以后啊 才能吃相对来说刺激一点的东西啊 半年以后才能正式恢复食量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你一定要注意啊 吃维生素 吃钙片啊 这两个一定得吃 但是那个尤其是那个粒大 你平时吃维生素 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那个维生素 你一定是咽不下去的 你记住啊 钙最好吃液体钙啊 这个维生素 一定要吃软糖类的 就是能咀嚼嚼得特别碎的 送进去 不然那个大颗粒 你的胃根本是消化不了的 尤其是 因为你以后就不需要了 你刚开始几个月 那真的是啊 非常需要这个维生素 这个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 医生也一定会推荐你吃啊 大家正儿八经的啊 去买那种啊 维生素啊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顺便呢 也给大家再推两款维生素啊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 一个是膳存啊 一个是Oly 但是做这个手术的朋友呢 还是推荐大家吃Oly 其实你做完也只能吃这种维生素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注意低血糖 因为呢 你原来是糖多 现在是糖少 因为你只剩30%的胃了 头几个月 你连30%的东西都吃不了 吃一点的吐 而且只能吃流食 你又很少能吃到甜的 所以说极容易低血糖 大家都知道 我中间有好几次啊 至少两到三次都命悬一线 所以说这个也算是自己 这个挖的坑了 因为你感觉不到饿 等你感觉饿的时候 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你知道吧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 所以说 不管怎么说吧 也跟大家再科普一遍 这个知识啊 不管怎么说 这次入关 还是一个挺不错的感觉 虽然说是耽误了几分钟时间啊 但是被人这么一个误会 其实谁不乐意呢 是吧 还是心情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那行吧 那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做到这儿 啊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呢 再跟大家说 还有一些生活中的经历 那这一期呢 聊到这儿 拜拜 拜拜